畫面中可以看到 圓警對著車子拍照存證 現場三台車車窗破碎 地上還發現一根鐵棍 原來是17號凌晨約1點 有名男子和朋友共3人 原本開車前往新北五谷區 成泰路2段要進行行車糾紛和解 卻遭談判對方約10人 分別乘坐三台車到場 手持棍棒砸破3輛轎車窗後逃逸 附近民眾表示原本雙方快要打起來 對方看到警察就趕緊逃逸 而警方獲報後則鎖定嫌犯身份和車輛 先將三名犯嫌逮捕歸案 但您看一段訪問 只不過警方清查雙方身份時 意外發現其中一名21歲被害人 有傷害通緝身份 除了繼續追查雜車嫌犯 也將這名被害通緝犯移送法辦